欢迎来到阅读雷达 发现令人惊艳的书籍 探索丰富多样的阅读世界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考试脑科学》 副标题为《脑科学中的高效记忆法》 这本书的作者是持古于二 是日本东京大学药学研究所教授 专攻脑科学研究 并担任日本脑性系通信融和研究中心主任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药学博士学位 也是在东京大学取得的 并且在读博期间的研究课题 是海马提 这是我们神经中枢系统里 一个主要负责记忆处理储存的部位 我们后面会讲到 说回作者持古于二 2002年 他撰写的一本高中生学习法 在日本出版十多年来 一直很畅销 这也可以理解 毕竟东京大学是日本一流学府 类似于我们国内的清华北大 那么日本民众看到持古于二 出了这本高中生学习法 就相当于我们看到 一位从清华毕业的 专门研究脑科学的清华教授 出了一本教你如何学习 考上好大学的书 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 《考试脑科学》 正是高中生学习法的最新修订版 作者告诉我们 在这本书里 他以最新的科学观点 重新审读了高中生学习法里的内容 在必要的地方进行了修订与增补 最终 本书的适用范围 已不再仅限于高考 而是扩大到 从中考到社会上的各种资格考试 职称考试 现在我们假设 三个月后 你要参加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 考试范围是一本500多页的教材 那么 你这三个月的学习目标是什么呢? 肯定是尽可能多解准确的 记住书本上的知识 注意这里面包含两件事 第一要记得多 第二要记得准了 然而这本书告诉我们 如果你要直接拿这两件事去找大脑帮忙 肯定会被拒绝 这两件事其实都不符合人脑的记忆原理 这是为什么呢? 接下来的二十几分钟里 我们就来看看 持古域二 在记得多合记得准这两件事上 为我们带来了哪些脑科学发现 以及根据这些发现 他所给出的有关提升记忆效率的建议 先说说如何记住更多的考试知识 这件事的难点在于 它对于人脑来说 其实是反本能的 从脑科学的角度看 相比于记住 我们生来更擅长忘记 这是为什么呢? 这得从人脑的记忆原理说起 我们的记忆分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两种 短期记忆的特点是 容量小 不能保存太多的信息 而且保存下来的信息 也会很快被忘记 比如说你为了吃方便面 烧了一壶水 在等待水开的过程中 接到了朋友打来的电话 在这一时刻 如果你正在与朋友进行轻松愉快的交谈 就很有可能会忘记 正在烧水这一任务 这是因为烧水只涉及到短期记忆 而我们所有的记忆 都需要经过短期记忆这一阶段 才能被进一步转化为长期记忆 保存长期记忆的地方 被称为大脑皮质 它相当于人脑的硬盘 能够储存我们已经记住的知识 因此要想记住更多的考试知识 本质上就是将更多的考试知识 从短期的临时中转站 移动到长期的硬盘中 然而这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说 是非常不愿意去做的 因为人脑里的这块硬盘 不同于电脑硬盘 是无法扩容的 为了灵活运用有限的存储空间 我们的大脑会将接收到的所有信息 按照价值分为必要信息和非必要信息 只有被判定为必要的信息 才会被运送到大脑皮质里长期保存 而做这个裁判的是大脑中的海马体 它是人脑的一个重要功能区 位于大脑深处的耳朵附近 海马体的形状略成弯曲的小手指状 直径约一厘米 长度略小于五厘米 什么样的信息 会被海马体判定为必要信息呢 是专业课要考的公式 刚刚背过的英语单词 还是课本上所有清朝皇帝的名字 很可惜都不是 因为海马体的判断标准是 这个信息对于生存是否必要 用这个尺度来衡量 教科书上的知识 是否比吃了变质的食物会中毒 碰到火苗会受伤这类信息更重要呢 答案显而易见 背后的深层原因是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来说 学习本质上是 记住在险境中获得的经验 以免再次遇到同样的危险 从而越来越适应周围的生存环境 因此我们的大脑在自然运行状态下 不太愿意将考试知识 从短期记忆转变为长期记忆 从大脑的角度来看 这是为了你好 因为只有挡掉那些 在它看来无关痛痒的信息 才能将有限的记忆空间 更多的用于储存必要信息 帮助你更好的生存下去 可以说 人脑的设计机制 实际上是为了能够尽快忘记大量信息 因为相比于记住 人脑本来就更擅长忘记 那么如何让大脑将考试知识 存入长期记忆呢 作者告诉我们 最有效的方法 是将同一个考试知识 反复传送过去 这样一来 海马体就会产生错觉 认为如此弃而不舍的信息 一定是必要信息 从而允许信息通过关卡 进入大脑皮质 这也向我们揭示了 为什么从古至今 谈到学习这一事物 人类总是在用不同的语言 强调统一事情 那就是反复训练 听到这里 你可能有点失望了 难道说 想要记住更多的知识 必须一遍又一遍地 将它们灌输到脑中吗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就束手无策了 作者告诉我们 反复训练这一路径 本身虽然不容易改变 但我们可以通过提高训练效率 来缩短这条路径 那么 怎么才能提高训练效率呢 每一次知识 训练实质上 都是在用外界信息 刺激海马体 如果我们能提升 每一次刺激的强度 就能减少刺激的次数 从而提升记忆效率 在这里 作者提供了四个 能帮助我们 提升记忆效率的神奇工具 第一个工具 是一种叫 C的波的脑电波 当我们处于好奇 紧张 兴奋 或者期待的状态时 飞的波就会出现 在飞的波出现的时候 刺激海马体 能够大大减少刺激次数 有时候 甚至只需要原本 十分之一的次数 就能够把短期记忆 转变为长期记忆 在实践中 你可能也发现了 如果是自己感兴趣 好奇的内容 那么 即使记忆的次数 很少也能记住 比如喜欢的电影 明星演过的作品和年份 或者喜欢的球队里 每个队员的生日等等 相反 如果是不感兴趣的考试知识 我们可能学了很多次 也记不住 因此 想要提升记忆效率 主动培养自己 对学习内容的兴趣 无疑是一个 很好的入手点 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 班上的英语学霸 喜欢看美剧 他就从网上下载 各种美剧剧本 打印出来 学习累了就读一读 一边看剧情 一边就把里面的 好词好剧记住了 他说自己就是用 这个来替代英语作文 素材积累的 我们平时说 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能就是 FateBot 带来的记忆力增强效果 此外 作者还提供了一种 挺有意思的人工激发 FateBot的方式 那就是 让自己处于移动状态 你可能身边有这样一些人 喜欢一边走动 一边背东西 作者告诉我们 在走来走去的时候 大脑更容易产生 FateBot 因此这些人在走动的时候 记忆效率的确可能获得了增强 即使人没有亲自走动 只是在乘坐公交或地铁 只要大脑能感知到正在移动的状态 就会产生FateBot 所以按照这本书的发现 你在走路 坐车的时候 听得到的音频内容 可能比端坐在书桌前看文字 更有助于有效记忆 前面我们讨论了 第一个能够辅助提升记忆效率的工具 FateBot 第二个工具被称为性人和 它位于海马蹄附近 大小约为人类小指指甲那么大 可以看作是人体情绪的工厂 我们平时感受到的喜悦 悲伤 焦虑等情绪都起源于这里 研究发现 当性人和被激活 即情绪高涨时 记忆力更强 大多数令人印象深刻的往事 常常伴随着某种强烈的情绪 这样的记忆通常被称为回忆 激活性人和后 记忆力提升的现象可以追溯到最原始的动物本能 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动物们 除了要经历许多生命威胁 还要时刻担忧是否能找到食物 因此 它们必须将遇到天敌时的恐惧感 以及艰难找到的密室地点 深深地记在脑中 为此 以情绪辅助记忆的能力应运而生 并至今残存在我们的大脑中 那么 如何利用这种能力呢 有一招叫情绪唤醒 以一个枯燥的历史知识点媒例 比如1815年 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 你可以想象 经历了多次作战和挣扎后 仍然失败的拿破仑 最终被流放到荒岛上 境地何其悲惨 如果我们将自己带入其中 心中也会充满无尽的沮丧 通过将感情融入历史情节 记住知识点会更容易 我对这种情绪唤醒记忆法 也有切身体会 在上高中时 历史课本上 关于1842年镇江之战 有这么一句描写 当时守城的清朝军队 面对进攻的英国军队 誓死抵抗 血迹刀柄 划不可握 由大户杀贼 我当时可以说是大受触动 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场战役 并且一直记到现在 当然除了感动这种情绪以外 快乐 焦虑等各种情绪 都可以用作记忆的工具 例如 有些人平时怎么被也记不住 一到考试前 却能一下子记住大量知识 这可能是因为 他们对考试的焦虑情绪 激活了性人和 使记忆力得到了爆发式的提升 当然 这种特效 并非对每个人都能应验 作者更推荐我们利用一些 积极情绪 比如在背诵过程中 联想一些有趣的谐音梗 双关语或小笑话等 而如果在记忆过程中 能进一步对梳理的人物 故事产生兴趣 从而在激活性人和的同时 还能让大脑产生Fate Ball 那就更加完美了 上面我们说了 Fate Ball和性人和 这两个辅助记忆的工具 接下来的这个工具 叫做关联 意思是把你要记住的这件事 与其他事物 尽可能多地关联起来 举例来说 可以采用将英文单词 与词根或例句结合 进行背诵 或者边背诵边联想知识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的使用 另外 将知识与图像关联 也是一种增强记忆的方法 记忆供电 是一种记忆方法 通过在头脑中 构建一座详细的虚拟供电 设计一条供电游览线路 然后将要记忆的信息 与游览路线上的主要景物 绑定起来 这样在下一次游览供电时 可以通过路线上的景物 想起相关的信息 此外 平时画思维导图给课本章节 或者记住某一段知识 在课本中相对于一幅图的位置 都可以辅助记忆 前面提到的三个工具 飞的波 性人和和关联 都是教导我们 在知识输入阶段如何发力 接下来的工具 与它们相反 被称为知识输出 作者指出 相比于输入 大脑更看重输出 从海马体的角度来看 虽然重复输入和输出 都能让它判定信息很必要 但输出给予的刺激更强烈 例如 同样的知识 仅仅通过输入 可能需要四五遍 才能被存进长期记忆 但如果是一遍输入 再加一遍输出 可能效果也会相当 因此 在掌握课本知识的基础上 自己在纸上推导写几遍 多做几遍习题集 向他人讲述 也是有效的方法 此外 作者提到如何记得更准确 由于人脑的记忆天生模糊 进一步说明了人脑的记忆原理 对比计算机电路 计算机能够准确保存输入的信息 而人脑不能 人脑内部的神经元 通过神经纤维形成回路 但各个神经纤维之间存在微小的空隙 即神经突出 外部信息在神经突出中传递时 必须经过一个换乘站 在这个站点里 外部信息以电信号的形式存在 神经信号的传递 涉及化学物质 如骨氨酸地转变为化学信号 然后再转变回电信号 然而 神经突出并非像接力运动员传递 接力棒那样简单 而是可自由调整传递的信息量 一个信号在进入神经突出之前 和进入后可能并非完全相同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记忆会发生一些变化 或者说会变得模糊 尽管这听起来有些令人沮丧 但为什么动物在进化过程中 创造出这样不完美 模糊的记忆呢 举例来说 进行一个实验 面前有一条狗和一个机器人 两者都面前各有一个按钮 任务是让他们在电视机上出现原形时 按下按钮 对机器人而言 只需一次精准指令 即可达成目标 相反 对于狗 我们需要通过食物建立一种关联 即在原形出现时 按下按钮 可以获得食物 这需要进行数十甚至上百次的训练 其中包括许多重复试错的过程 动物记忆的模糊性 是导致机器人和狗表现差异的根本原因 然而 当在完成上一个实验目标后 引入新的实验元素时 情况就不同了 例如 将电视中的圆形 替换为三角形 机器人将不做任何反应 因为它只接收到按下按钮的指令 而狗则会毫不犹豫地按下按钮 这表明 对于狗而言 圆形和三角形并没有太大区别 它们只是对屏幕上出现图案 做出了反应 仍然是动物记忆的模糊性 导致了狗和机器人表现的不同 在上述实验基础上 进行另一个思想实验 将狗和机器人 同时放入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 其中有上百种能量源 但在放入之前 只让它们认识其中的三种 随着这三种能量源的逐渐消耗殆尽 它们将面临能量短缺的困境 由于狗对于能量源的记忆范畴是模糊的 它将尝试寻找 除了那三种之外的其他能量源 这个尝试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是错排除的过程 个体会在心里默默记下各种经验 例如吃了某种食物 导致拉肚子 下次就不再使用 或者发现某种食物味道不好 也不再尝试 通过这样的逐步摸索 个体逐渐确定 适合自己的能量源 相比之下 机器人的记忆极其准确 只接受预先设定的三种能量源 对其他一切都视为非能量源 因此 机器人只能不断循环寻找 直到资源耗尽 这两个实验表面简单 实则有助于解答 为什么动物在进化中 创造了模糊的记忆 模糊的记忆 对于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 因为生存环境经常发生复杂的变化 相同的状况 不太可能再次出现 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 动物必须根据情况随机应变 动物的模糊记忆 有时表现为 无法区分细微差异 比如狗 无法区分圆形和三角形 这也可解释为 动物不进行区分 是因为没有必要 相反 机器人的计算机大脑 准确无误 却缺乏变通能力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 过于准确的记忆 可能会成为无效的知识 有一句犹太名言说得好 人类的长处 恰恰是拥有缺点 我们的记忆有时模糊 有时甚至会消失 这是脑的特性 也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为了弥补这一点 我们发明了计算机 尽管与计算机不同的地方 正是我们的独特之处 这也是我们为人的独特之处 然而 并不是说 我们的脑不能准确掌握知识细节 只是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通过循序渐进的方法 我们可以培养记忆的准确性 以参与前面实验的小狗为例 通过特定的训练 它能够清晰地区分圆形和三角形 甚至能区分差异细微的圆形和椭圆 狗在实验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 甚至能够进一步区分圆形和四边形 圆形和五边形 最终甚至可以区分圆形和椭圆 这个实验揭示了记忆的模糊性特征 使得动物在记住细微差别之前 需要先记住相对较大的差别 尽管这种分阶段 分步骤 逐步细化的学习方法 看似舍尽求远 却能显著提升学习效率 推动记忆从模糊走向准确 这一实验 启发了对人类学习和记忆活动的思考 作者指出 当我们希望记住某一领域的知识时 不应急于深入到具体微观的细节中 更为有效的方法 是采用分布推进的方式 先从全局入手 了解全局有哪些分区或子类 然后逐步深入各个子类 以学习西方绘画为例 初学者可以先比较学习几种差异明显的流派 感受不同的题材 笔法 构图和光线 然后再逐渐研究时代相近 题材有重叠的流派 通过这种逐步推进的学习方法 学者不仅能够区分不同流派的作品 甚至可以辨别出不同画家之间的细微差别 在学习历史时 同样是用这一原理 避免直接深入到某个特定时代的细节 而是先掌握整体脉络 了解社会性质的演变过程 再深入了解 某一社会性质时期的主要阶段 最后精确到某一特定年份 这样的循序渐进法 遵循人脑的性质 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 和更牢固的记忆知识 总体而言 这一方法并非舍尽求远 而是一种科学的学习方法 有助于更透彻的理解知识 更牢固的记忆知识 这也是作者在考试脑科学中 想要分享的重要内容 第一部分主要探讨 如何扩大记忆容量 由于海马体通常只允许存储 对生存至关重要的信息 进入长期记忆 为了记住更多的考试知识 我们需要通过反复训练 将相同的知识反复输入大脑 使海马体产生错觉 认为这些信息至关重要 书中提供了四个工具 飞的波 杏仁 关联和知识输出 可以提高训练效率 第二部分涵盖了 如何提高记忆准确性 由于人脑中的神经突出 可以调整传递的信息量 人脑的记忆天生模糊 然而 通过分步骤逐步细化的记忆方式 我们可以提升学习效率 推动记忆从模糊走向准确 这本书的价值 不仅在于提供了帮助提升 记忆效率的具体技巧 更重要的是 它让我们从生物演化的角度 重新认识大脑的记忆规则 阅读后 我们能够理解大脑如同体内的一位朋友 具有自身的脾气 秉性 形式原则 长处和短处 这位朋友之所以现在的样子 背后至少有着两亿年的漫长演化历程 人脑的起源 可追溯到哺乳类动物诞生的时候 大约两亿年前 而从人类出现高度文明 至今仅过去了一万年左右 考试的历史 更是最近一两千年 因此大脑对于应付考试这一功能并不喜欢 也并不擅长 因为这对两亿年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大脑来说 是一个相对新的需求 大脑还没来得及调整自己 以适应这个需求 所以在学习和备考方面 大脑可能与我们的计划有所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希望大脑协助实现学习或备考目标 就必须了解他的脾气 秉性 了解他所遵循的记忆规则 以及背后的原理 只有通过这种了解 才能更好地利用记忆规则 提升记忆效率 这也是考试脑科学 一书努力带领我们去做的事情 以上便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